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3月21日 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加快讯 当地时间3月20日 根据美国德克萨斯州警方公布的一份报告 福茂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赵安吉安执勒赵上个月 在德州一座牧场酒醉驾车驾车冲入池塘溺亡 赵安吉死前曾致电好友通话了8分钟 还向该名有人表示自己就要死了并向他道别 据美媒报道 德州布兰科郡警长办公室的调查结论指出 赵安吉的死亡是一起不幸事故 他血液中的酒精浓度为每100毫升0.233克 是该州法定限度的三倍 报告表示 警方观看了现场的监控视频 影片显示赵安吉驾驶的特斯拉向前冲了一下 然后倒车越过石灰岩气墙 在10日晚间11时38分左右冲入池塘 布军副警长伯伯特伍德林Robert Woodring说 新的详细报告公布 也意味着赵安吉死亡案的调查告一段落 50岁的赵安吉在2月10日邀请了7位朋友 到位于德州奥斯汀西边约翰逊城 Johnson City附近的一座牧场度周末 10日晚间赵安吉与朋友们在牧场 共进晚餐后死亡 赵安吉不幸死亡后 赵西成重新担任福茂集团董事长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则由李迈克 Michael Lee因已出任 加拿大BC省应该是目前公认的 加拿大拿绿卡最容易的地方之一 只因为硕士毕业就有绿卡的政策 然而 从2025年1月起将会被大幅削弱 预计将会变成和安大略省类似的制度 需要满足以下条件才能拿 首先就是毕业证加一年级以上的工作 offer加达到一定标准的语言成绩 其次还要在满足第一个条件以后 进入候选人池子 根据各种因素打分不定期取出分最高的若干申请者发出提名邀请 与此同时 加拿大移民部长Mark Miller3月21日表示 联邦政府希望在未来三年内减少临时居民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Miller预计截至2023年 临时居民占加拿大人口的6.2% 政府正在努力在2027年将这一比例减少到5% 减幅1.2% 按照人口4000万计算 大约减少超过40万名临时居民 第一个目标将于9月设定 加拿大的临时居民数量每年都在急剧增加 Miller之前表示 加拿大已经对临时工上瘾了 Miller称 加拿大移民部将对临时工作许可进行审查 以更好的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 加拿大政府在1月份宣布 国际留学生的学习签证有效期为两年 Miller表示 他将于5月与各省和地区官员召开会议 讨论将临时居民减少至5%的计划 Miller还要求对现有引进临时居民的计划进行审查 以便能更好的满足劳动力需求 政府还计划从5月1日起减少进入加拿大某些行业的工人数量 就业部长Randy Boysenot表示 目前允许最多30%劳动力通过临时外劳计划的企业 这一比例将降至20% 医疗保健和建筑行业将不受这一变化的影响 就业部长表示 联邦政府还要求雇主在申请临时外籍工人之前 考虑持有工签的寻求庇护者 移民部年初已经推出新规 限制留学生人数 现在再次将目标瞄准临时居民 原因是加拿大政府目前对临时居民人数上升的担忧 加拿大统计局于2023年9月公布了新数据 报告称持有留学签证 工作签证和庇护申请的加拿大临时居民人数 接近220万比2022年增加了近70万人 其中安省有近100万临时居民 占45% 包括近42万工签 28万学签 工签学签持有者占16万 难民寻求庇护者超过9万 魁省第二 有47万临时居民 其中难民寻求庇护者近15万 超过100万工签持有者 正在根据加拿大经济移民计划 寻找成为永久居留居民的途径 然而通过经济移民获得的 PR永久居民的名额数量有限 远低于加拿大临时居民T2的数量 特鲁多政府目前面临住房危机的冲击 与此同时 加拿大人口已创纪录的速度增长 去年6月 加拿大人口突破4000万大关 但不到一年后 有望达到另一个里程碑 4100万 如果按照移民部长今天的讲话 加拿大人口不断增长 将临时居民的比例 从6.2%减少至 5%减幅1.2% 按照人口4000万计算 大约减少超过40万名临时居民 加拿大皇家骑警的一份秘密报告 警告联邦政府 一旦国民们意识到 他们的经济状况糟糕透顶 加拿大可能会陷入动荡 这份题为 加拿大政府整体五年趋势的报告称 与前几代人相比 年轻一代已经目睹了生活水平的下降 而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 将加速这种下降 这份被标记为机密的报告 作为一份特别行动资讯 只分发给皇家骑警内部和联邦政府的决策者 A师省汤普森河大学的法学助理教授 政府保密专家Matt Malone要求查阅后 这份文件的删改版被公布于众 该报告在前言中将其描述为自查 旨在突出加拿大国内外 可能对政府和皇家骑警产生重大影响的趋势 报告作者一开始就警告说 无论加拿大目前的情况如何 它可能会在未来五年内进一步恶化 除了不断恶化的生活水平 皇家骑警还警告说 不可预测的天气和季节性灾难 如野火和洪水将更多的在未来产生影响 最值得注意的是 报告作者警告说 加拿大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要求其放弃北极领土 报告的另一个主题是 加拿大人对他们的政府越来越失望 这主要归咎于错误信息 阴谋论和偏执 该报告写道 首要考虑因素之一是 执法部门应该预料到 在错误信息宣传 和对所有民主制度日益不信任的推动下 社会和政治两极分化会持续下去 皇家骑警在对未来十年的评估中写道 未来五年及以后的经济预测都很黯淡 甚至引用了法国总统埃马克龙的话 称将面临富足的终结 周六 一起悲惨的车祸事故发生在旧金山 这起案件造成了一对夫妻和他们的孩子总共三人死亡 一人受伤 其中不幸去世的丈夫为苹果公司的高管 妻子为一名制片人 一起遇难的还有他们年仅一岁的大儿子 而与他们一起出世的年仅三个月大的小儿子 虽然性命无碍 但却也因此成为一名孤儿 这起案件的肇事者为一名78岁的华裔老者 据Daily Mail报道 事发时 40岁的Diego和他38岁的妻子带着孩子 在等巴士 原本他们计划带孩子们去动物园游玩 78岁的肇事者驾驶着白色奔驰 SUV在距离巴士站仅几步之遥的地方 撞到了受害者一家人 有目击者称 一名幼儿被撞击而飞到了空中 事故发生后 Diego与大儿子当场被撞身亡 妻子被送往医院进行紧急救治 于周日抢救无效离世 其他在巴士站等车的人也因车祸受伤 并接受了医疗救治 据受害者一家的朋友透露 事发当日 Diego夫妻俩带孩子去动物园 也是为了庆祝结婚纪念日 Diego在苹果任职创意总监来自巴西 她的妻子是来自葡萄牙的电影和广告制片人 事故发生后 78岁的肇事司机刘芳于周日被捕 罪名是过失杀人 在分道高速公路上逆向驾驶 不安全车速和鲁莽驾驶等 截至周一下午 刘尚未受到指控 地区检察官表示 正在从警察局接收案件信息和证据 独理学结果需要时间来处理 并且必须检查车辆是否存在机械问题 周二晚间 一家联邦上诉法院发布了一项命令 阻止德克萨斯州执行移民新法SB4 逮捕涉嫌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 几个小时之前 最高法院刚刚批准这一严格的移民法生效 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做出了这项裁决 而几周前 该法院的一个小组 冻结了低级法官大卫以斯拉发布的禁令 该禁令认为SB4违反宪法 然而 此次裁决以2比1的表决结果决定撤销冻结 如此一来 大卫以斯拉法官的禁令重新得以生效 以斯拉认为 SB4与联邦移民法律及宪法存在冲突 目前 德州还未宣布有人因违反SB4遭逮捕 当日早些时候 最高法院允许德州执行SB4新法 该法律赋予德州警察逮捕移民的权利 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 在三名自由派大法官持反对意见的情况下 拒绝了拜登政府提出的紧急请求 该请求称各州无权就移民问题立法 而移民问题由联邦政府拥有唯一权利 纽约州北部的一个水库中发现了一具尸体 该水库为罗车斯特部分地区提供饮用水 促使施政府官员建议居民将水主费再饮用 官员们说 该市水务局的工作人员上午8点左右在例行巡视时 在高地公园水库发现了这具尸体 水库立即与公共供水断开 并计划将其排干并清理 据介绍 警方潜水员从水中移走了一具成年男性的尸体 死亡的具体情况尚不清楚 此案仍在调查中 法医办公室正在努力确认死者的身份 罗车斯特市在给居民的通知中说 检测表明水是安全的 作为预防措施 已经向几个社区发布了主废水警告 水库在排水和清洁之后才会恢复使用 由于废水警告 罗车斯特市学区的官员周三下令所有学校关闭 该市建议居民将自来水煮沸一分钟冷却后再使用 在另行通知之前 解渴、治冰、洗碗、刷牙和准备食物应使用开水或瓶装水 在这条程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